只要看见霍启刚从双手茶兜到双手并龙 我才明白为什么霍家能被称为香港第一豪门 押运会期间 霍启刚独自现身一家平价饭店 和店里的客人交谈时 他双手茶兜十分自在 随和的一点不像好二代 合影时他更是双手并龙放在身前 以示对旁人的尊重 用参见他还端上了寓意美好的麻团 正有热情的顾客拍照 种种细节足见霍启刚的礼貌亲和 怪不得网友都说霍家是真豪门 真贵族 最关键的是凭借家事和地位 霍启刚就算养尊处优 别人也挑不出毛病 但他却选择事实亲力亲为 不仅自己背包搬行李拿行李 还能自己洗衣服晾衣服 看在熟练的动作 估计平时这种活也没少干 简直不能更结底气了 不过归根结底 霍启刚的优秀素养 还有得益于朴素的霍家家风 这部霍真廷在亚运村买了一大堆纪念品 遇见记者采访 他还笑呵呵地拿出了一个足球 原来这是他送给孙子孙女的礼物 瞧他这和蔼的模样 和宠溺孙辈的语气 完全没有身为霍家大家长的架子 更值得一提的是 押运会还没结束 霍振廷和霍启刚又闪现香港 参加了一场酒会 虽然是名流起聚 这对父子却极其低调谦和 霍启刚和邝美云合照时 姿势也很谦卑 和李家超碰碑时 身子也会略微恭起 一举一动进险良好家教 我想这就是霍家被称为香港第一豪门的原因 做人做事从不高调自大 有本事决接地气 这种真实宝贵的品质 足够令外界折服